回到一首报 我们的关注在宜兰郊西乡 新农路上面有一处民宅 日前因为发生了火灾惨夺两命 当地的住户就说 由于进出的道路非常狭扫 很多车辆都超出百线围停 可能他们也觉得说 会导致火灾那发生的时候 消防车根本进不来 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却长期不见改善 老太太不停抱怨 附近居民七嘴八舌 因为社区日前发生火警 消防车进不来 老邻居葬声火箍 热心的外送员发现火警 立刻通报消防单位 没想到消防车到了路口 却迟迟无法抵达火警现场 消防车赶到现场 却因为道路狭小 无法进入火场救援 火警造成两人死亡 宜兰郊西新农路一处社区 由于进出道路过于狭窄 加上路旁常有围停车辆 导致火警发生挡住消防通道 进出好像就只能靠这一条对不对 好像没有其他条路了吗 是有啦 可是也是很小条 而且这边又只有一条路 然后有时候没有看的话 就会很就是除了救災跟 就是也很容易发生车祸 因为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开端 那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个 如果这样又挡到的话 对对 这条路这条路会载五次了 住户们抱怨多年来 他们向公家机关反映 道路两侧划设红线 禁止停车 结果秒无音讯 发生火警消防救难延误 造成无辜住户死伤 郊西相公所表示 八月四号将协调 相关单位道场会开 原则上道路两侧会改化红线 确保消防救援道路通畅 记者洪方针一栏报道